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们看,提东西的话 提东西 你先提重东西 是不是,你先拿了以后 拿了以后,肩关节 走关节放掉 放掉,重量是不是把 关节拉开了 拉开了,你的筋没有力的时候 可以让它一直拉 筋会伤 所以你放下来以后 你觉得筋有 有一点酸了,是不是 把关节收 收回来 把关节收回来 这样子 懂得吗 这个时候,你看,坠下去的时候 关节是开的,是不是 关节开了,筋是撑的 是不是,然后呢 你嫌它太重了,时间久了 把那个拉出来的筋 用筋的力量 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 这样子 这样子,关节合住 所以你能够提多重的东西 你能提多重的东西 是你的关节力有多大 你可以收 以这个为准 以这个为准 你提东西 你提一个,假如说你提单 你提单个的 你提这个,我提单个的东西 也是一样,这个下去以后 收,收回来 人,人,人是正的 这样子,如果你提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重量 会改变了你的姿态 这个东西就太,对你来讲 就太,太,太重了 知道的吗 你要不就是改变提法 要不就是不要提 改变提法,不是有人说 双手这样子 你双手这个样子 一收 你看 肩 肩往后 一收,收入 这样子拿 这样拿就稍微轻一点 有没有 这样子你的脊椎跟肩 肩膀都是正的 这样懂吗 搬东西提东西 重的东西 不可以让它改变我们的身体结构 女生常常看拿东西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那绝对出问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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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